台中市上上路和美村路附近的 涼泊泊臭豆腐 省力至今已有52年的歷史 請問一下你們這家臭豆腐開了多久 差不多57年 當初是怎麼樣開始營業的 是從我奶奶到我媽媽到我 三代 那你們家臭豆腐 它有名的原因是在哪邊 就是醬料都是自己手工自己做的 所以說就是比較古早味這樣子 可以透露一下 它醬料裡面大概有什麼成分嗎 醬料就是蒜泥啊 醬油跟那個香油這樣子 這辣椒是那個朝天椒自己去抹的 朝天椒那應該是很辣吧 對很辣 那你們家的泡菜也是特別醃漬過的 對 是用那個水果醋啊 一些那個就是綁法下去醃漬 喔用水果醋 對 雖然這起來是酸酸甜甜的 對對對 那我很少看過有人會搭配小黃瓜 就只有你們家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吃起來比較就是爽口 也比較不會解油膩這樣子 馬肉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它就是味道啊 蠻重的就是很適合當下韭菜這樣子 而且是冰的是不是 對 它有點帶於那種冰鎮 比較不會那麼辣 它吃起來味道也蠻酷的 這個湯 這個是那個魚碗跟那個菜頭 然後大骨就是下去熬的這樣子 酥軟多汁的口感加上獨門醬料 每每一到營業時間 總有許多拿著號碼牌的品嘗人潮 凡是嘗過的人 對這種香酥多汁的好口味 絕對贊不絕口一吃再吃 你覺得這家臭豆腐吃起來好不好吃 好吃 那它的味道怎麼樣 你覺得香不香 香 很香是不是 那它吃起來是脆脆的還是硬硬的 吃起來脆脆的 那裡面呢 裡面吃起來怎麼樣 裡面就軟軟的 軟軟的 很好吃是不是 蔡先生 請問常常在這邊吃臭豆腐嗎 是啊 然後也經常從這裡經過 就經常看到這裡 很多人在那邊吃 那你覺得它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很不錯 很不錯 就是外面很脆啊 那它的泡菜呢 泡菜也很好吃啊 小黃瓜也很好吃 就是常在那邊吃臭豆腐嗎 算是吧 就有空就會來吃 那你覺得它臭豆腐的口感吃起來怎麼樣 很好吃 然後脆脆的 然後裡面就是外酥內軟 那它的泡菜呢 我覺得還蠻棒的耶 它配小黃瓜吃起來怎麼樣 就是脆脆的口感啊 然後跟外皮就還蠻搭的 那你覺得它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就是 味道真的很蠻香的啊 雖然很臭 很臭 對 但是很酥很酥脆 然後還蠻大份的感覺 蠻大份 那它那個泡菜吃起來呢 就蠻特別 因為很少人會放那個小黃瓜 對 所以我覺得口味還蠻特別 傳承古早手工的製作 店中所有醬料包含醬油 辣椒 蒜泥 皆為獨家製制調配而成 東西不但新鮮而且天天換油 堅持品質的好口碑真是名不虛傳